我們想要出國了 我要開吃到出國 不是想要吧 是要出國 想要跟要有什麼不同 一樣啊 想要就是不一定得到 要出國就表示得到 喔 講姿勢囉 那我選一個怎麼訪問他呢 有吃辣嗎 吃吃吃都吃 我還沒有說完 還是解釋出國的這個地方呢 對我們來說也是有一個 我覺得是有蠻多的回憶的一個地方 應該是大家說 欸 開始土耳其唷 不是 各位不要嗎 老婆你先說 沒有回憶啊 有啦 什麼可能沒有 沒有 我們去那個國家的時候 回憶很多耶 而且 我們去那個國家的時候 印記喔 還不能走的 你記得嗎 他還在爬上 對 他用爬的 對啊 好厲害喔 我們跟大家說 那個國家是什麼 新加坡 Yes 新加坡 聽說我在新加坡有滿有名的喔 是嗎 可以問新加坡的粉絲 是嗎 好的 今天的影片呢 會也滿有趣的喔 要去吃新加坡料耶 但是聽說是這家店喔 蠻厲害的喔 他們不是一家店 應該是四家店吧 是不是 老婆 十家分店 對 連鎖店 所以剛好沒有孩子的時候 可以帶老婆去吃 我也是要第一次吃 所以想要拍這支影片 分享給大家 應該是 我們拍完了之後呢 很多人會去喔 吃也好好喔 通常都是很多外甥的朋友喔 來這邊 就待等 等完了之後呢 我就馬上拿馬上拿 一直出貨的樣子 不好意思小姐 你常來吃嗎 第一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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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怎麼訪問他呢 你剛好路過哈 不要吃 我本來是去吃革命的 那個麻煮麵 然後這邊先開 那我為什麼現在需要來吃 啊 平常一下 比較倒極的 所以路過就看到 對 吸引到你 那你自己推薦 哪一個美食呢 那個 海南雞飯 好吃喔 為什麼這麼好吃喔 海南雞飯有三種部位 喔 雞腿 然後雞熊肉跟雞翅都有 然後蠻嫩的 我自己覺得啦 而且是 單點是130元 還蠻划算的喔 炒餐是180元 對 炒餐180元 可以的喔 你們看 很多人已經開始享受了喔 這很好吃喔 真的 唉唷 你們看 喔 炒餐桌葉 你看 這邊 現在是 還不到12年 你們可忙的 是下最後一個位置 這就是我們的位置 我們已經確定好了 我們已經確定好了 好 你們要吃什麼 這個海南雞飯 那海南雞飯你要搭配 雞油飯還是薑黃飯 欸 油蟲不一樣嗎 雞油飯 它是我們飯加了雞油下去煮 那薑黃飯它就是多加了油蟲酥 跟薑黃它比較香 對 這是我們的招牌 喔 天然的泥汁味道 欸 椰汁水很好喝耶 國外 找不到的一個滋味 你也找不去 也沒有喔 所以呢 來到這裡的話能必點的 好的 朋友們 開通囉 要選吃哪一個 好緊張喔 我直接送那個 放開十幾年 喔 你那個是那個 油雞飯 嗯 很好吃 很香的那個雞油的味道 再加上我喜歡的時候它的 一個風味的感覺 很癢餓下去的時候 它的Q度還在 剛剛老闆有介紹說 這個是那個老抽醬嘛 它是有點類似我們的醬油 但是又多了一股甜味 我對這個醬油啊 這個老抽醬非常的感興趣 那你的雞肉更有味道 嗯 可以 對不對 很對味耶 比一般的醬汁還更濃一點 應該是上面寫Dark Dark的這個 橘子 嗯 很好吃喔 我已經在試它第二個醬了 青蔥醬 那個辣嗎 不辣不辣 完全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風格 我覺得更對你的味 這個是 我比較喜歡 兩個好吃 但是這個是我比較喜歡 也算來我現在加的是這個 酸辣醬喔 對… 我已經看到了 這個辣 這個辣 因為它香太適的 這個辣 這個辣 一開始吃辣 但是呢 香辣 不是很… 很色辣那種 然後如果覺得 你有一點辣到的話呢 可以喝果汁 然後呢 可以配一個 放 很搭 很融合 在嘴巴裡面呢 你可以感受到它的那個 味道 欸 我的薑黃飯也不錯喔 馬上來 我們的海南雞飯是有 雞胸 雞腿 雞翅 綜合的 那我們用的是 每天現在的 溫子雞 我們用的不是冷凍的雞肉 就是每天半夜他們殺完 然後早上送到我們各店 小菜 解釋了我要挑戰小菜 因為 剛剛老闆說 辣 然後 他有點警告我受控 辣喔 好 太好了 安全了 我剛剛看你有沒有流汗的指導 我覺得老闆太誇張了 老闆 我跟你講你太誇張了 我覺得還好 好嗎 我覺得還好 你看老闆在那邊看著我嗎 我覺得還好 他的螺子很好 品質非常好的 他們選的雞喔 絕對是好的雞 就是台灣雞嘛 香 辣 然後 如果是很辣的話呢 我會覺得 我不想吃太多 我可以停住 我可以休息 然後我喝飲料 但是這個辣是 蠻好吃的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放在 有點像土耳其式的方式嘛 把它放在上面 跟著拌一直吃 也是一個 新的專業 然後 我覺得果冠難 沒問題啊 如果一般的外國人來這裡 有可能是一開始他們看到這個 有點會怕怕的 因為在國外 我們的飲食習慣裡面 沒有這個部位 但是我要證明 哇 魚乾了 嗯 對 喔 這個是什麼要講 粗脆的 嗯 你在咬下去的時候 可以聽到那個聲音 就用 嗯 但是他的 應該是不是他的骨頭吧 就是他裡面的那個筋嘛 那個 好好吃耶 這個很適合當手你知道嗎 你適合 對 我知道話說 看這個看電影喔 吃這個 不錯喔 我之前吃綠咖哩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有一點擔心他的辣度 但是我不知道 這個辣度看看到底怎麼樣 他有時候吃綠咖哩的時候 他的光頭都會冒汗 對 等一下看他會冒汗 我跟你講 還好 我覺得還好 不會冒汗 濃郁的香味 很嫩耶 很好吃 肉是好 然後呢 量多 然後呢 他的醬汁也是 我覺得是剛剛好 不要太多 可以的 我們用的是 泰國 泰國進口的綠咖哩 那跟我們 這是台灣的 溫體雞肉的雞腿肉 一起做的 你大概不太懂 我們很喜歡吃那種 熱熱湯麵的感覺嗎 現在懂得到 我在台灣去15年了當然 我說15年前 那個時候不是 因為突然沒有那個 因為他們都喜歡吃那個 冷冷的東西 我們沒有湯麵 對 所以我特愛吃那種湯麵 你知道嗎 熱沙海鮮湯麵 我們是用了蝦醬去熬的 那裡面用了蠻多的 就是 新鮮的海鮮 我們用了淡菜 我們用了透抽 我們用了魚蛋 用了蝦仁 我一點點湯頭 一點都不辣吧 這個不辣 這是中藥味 很喜歡的中藥味 因為呢 我不是那麼喜歡太重的中藥味 這個還好 裡面的肉塊還有 還有 太大塊了吧 真的大塊了 哇這裡面 滿滿的那個耶 喔 如果真的不喜歡吃太多那個 淀粉的話呢 這吃這一碗會飽耶 這個可以啊 很好啊 蛋白質 五茶我們用的是比較偏馬來西亞的 那它裡面有加了一些中藥 對 那我們用的有熱牌的部分 那裡面也有一些就是梅花牌 先送這個開始好不好 這個感覺很特別耶 沒有看過 我也沒有看過 這個是第一次要吃 我們先給大家看 喔這樣子喔 哇 這是滿特別的一個食物 不是很甜 我覺得是很多台灣的朋友會 也接受的這種甜度 配個辣茶是剛剛好 嘎椰吐司它就是 我們有進口的那個 新加坡的嘎椰醬 再加了我們的鹹奶油 然後做成的 但是在新加坡 早餐他們都滿 滿常吃的一個餐點 好好吃耶 對啊這個是滿特別的一個甜點啊 甜 再加上鮮奶油的那個味道 甜朗的味道也是滿搭 然後我比較喜歡的是 它外面的那個 酥脆的這個皮喔 你看小小的但是呢 這小小的的話 甜甜 很香的一個口感 菠蘿麵包它是比較偏港式的 但是在 在東南亞他們也是 滿常會去吃到這道料理 我覺得今天喔 我們來到這裡是一個 再一次重新去新加坡的感覺 因為當時我們在那邊玩得很開心 然後現在是在 台灣也會在這家餐廳裡面 找到這些美食 而且 這是一種很好的享受 不用花多少錢 不用 幾張照片都解決了 當然啦 所以各位朋友們應該是 很多人會好奇 這家餐廳的名字 其實他們是 零雞海南雞飯 總共有四家店 他們是一個 算是一個什麼講的 一種小小的連說店 你們可以看看他們的Facebook粉絲團 離你們家 你們工作的地方 哪一個是最近 你們可以去那邊 上睡一下 因為每家餐廳的口感 都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就是好好的 要跟大家分享這個好消息 讓你們也是一樣 跟我們享受快樂 到了今天影片到這邊 下次呢 我們可以看看 探險一下台灣的其他的美食 其他的一些飲料啊 台灣的很多餐廳在等我們發授 在台灣多好 你看 要吃什麼都有 真的 想去新加坡 現在當然沒有辦法出國 可以來這裡享受 對 20分鐘就可以吃到 說得好 好了 朋友們 期待下一個影片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超酥的 真的嗎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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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嗎 對 如果水分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玩上的 沒有辦法 先跟我們做料理喔 老闆 切都好嗎 OK OK嗎 OK嗎 Sake嗎 Sake嗎 好 沒事了 沒事了